我誠心的推薦你們 如果你的那種縫比較窄小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 它都可以進得去去做戳模的動作 大家好我是光從團隊的Sean 前幾天我在國外的網站上面 看到有設計師分享了一些 他在創作上的小技巧 那我覺得還不錯 只是說我自己有增加了一些 更多不同的使用想法 所以呢我今天錄這段影片 主要是分享這個技巧之外呢 順便增加了一些我覺得 可以讓它更好用更實用的方式呢 給你們可以去參考 好這個方法呢 運用在什麼狀態下 你們看到我現在這邊有掛一些視頻 它大部分都是這種 鏤空鍵就是中間挖鏤空的 那很多時候這種鏤空鍵 會有個問題就是 它的角落就是那種夾角的地方呢 你很難去用戳刀 去對它做戳模修行 因為它可能鋸的時候是有點鋸齒狀 你很難去戳模它 那這時候怎麼辦 就可以用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技巧 就是用我們的這個 沙紙以及沙紙布 去做出適合研磨小角落的這種工具 讓你可以磨得更順更漂亮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分享我們看到的這個小技巧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的物件 是像我們現在展示的這樣子 就是一個作品 但是你有做很多不規則的設計 但是當你鋸切完畢之後呢 它一定會留下有點像齒橫的感覺 就是鋸公的留下的痕跡 這時候呢我們的小技巧就派上用場 那我們用到的是我們這個沙紙布 或者是你手邊的這個沙紙 220、400、1000、2000都可以用 我們就是用它搭配我們的這個鋸公 去做一個使用 怎麼用呢很簡單 來我們先拿這個叫做布膠 布膠的東西 然後呢把你的沙紙的背面 沙紙的背面貼上一條布膠 好再來切割它 切割的寬度呢 就按照你自己的這個孔徑 比如說我那個待會要磨的地方很細 那我就切小 寬度小一點點 好那我這邊建議是不要切斷 就是說留長條就好 為什麼呢 待會我會跟你們分享 好切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固定在我們的這個 鋸公上面 那固定的方法呢 我個人是建議用這種可調式的 因為如果說你用這種固定式的話 會比較難去繃緊它 那如果用可調式的話 甚至還可以調整它的這個繃緊的角度 所以我們一樣一邊固定之後呢 另外一邊 這個長度隨意 其實基本上可以用就好 但是因為我們是要做鏤空的鋸切 所以我們都是把它先穿過去 你要去的地方 然後呢 不要管它的長度 不要去管它的長度 那鬆緊度也不用管 先暫時的把它給繃上去 繃進去之後呢 很簡單 就是把它給鎖緊 鎖緊之後 因為是可調式鋸公 所以我們稍微往前頂一下 把它稍微有點緊繃就好 接下來呢 就可以利用它來怎麼樣 因為有一邊沙子嘛 我們就可以拿來磨了 有沒有 你是什麼形狀的 都沒關係 因為沙子是軟 它會跟著形狀去跑 你只要寬度切得剛好 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有沒有看到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好 但是 有時候呢 會怎麼樣 我們的這個鋸公很大隻 可是你物件可能很小 插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的鋸公架 很酷喔 用黃火器做 好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迷你鋸公 這時候他們又派上用場 這時候呢 我就會 誠心的推薦你們 就是用這個 你用迷你鋸公去做 的時候呢 它就會變得比較小 你就可以磨得比較方便 比較順手 那我們剛才提到 不是說要留長嗎 為什麼 因為呢 像這種迷你鋸公在固定崩的時候 如果你鋸斷的話 一端固定之後呢 你不好拉 所以呢 我們先用長的 你這時候長的比較好拉 那你拉緊繃之後呢 再把它鎖起來 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對不對 是不是比較好用 所以不要把它鋸斷 OK 好 那沙子布呢 也是可以 但是呢 我知道它的價格比較貴 不是每個人都有 有買這個東西 但是它更好用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 這沙子是 一面貼膠 一面是沙子 但如果你是用沙子布的話 它可以怎麼樣 兩面都可以磨 對不對 你可以左右兩面磨 而且它會比較薄 所以如果你的那種縫 比較窄小的時候 它都可以進得去 去做戳模的動作 那它也有分兩百四百一千兩千 你也可以按照這樣的方式 去把它磨起來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想要推薦給大家的一個 磨這種 鏤空作品的這種 細縫的一個小技巧 好 看完上週的示範影片呢 我相信 如果以後再遇到這種 鏤空劍 你去鋸切有這種鋸齒狀 搓刀進不去的時候 就可以簡單的利用我們的鋸公 搭配沙子沙子布 去做一個搓模的動作 OK 好 影片到這邊結束 感謝你們的觀賞 如果覺得今天影片的內容還不錯 給我們個讚 甚至呢 分享給你身邊有在做鋸公的朋友們 讓他們也可以知道這樣的一個資訊 謝謝你們的觀賞 謝謝